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這邊介紹一下那個 我們叫做Edge Computing 那Edge Computing是一個比較新的Turn 其實也不算新的Turn 它是2014年 2016年的時候呢 開始有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會很懷疑 也就是說我已經有Cloud Computing了 為什麼還要需要Edge Computing 那我們今天就來針對這個主題來介紹一下 那另外呢我們要做到Edge Computing呢 在Java的部分我們有一個套件 叫做Apache Agent 那這個Agent呢目前還在開發階段 所以它又還有很多 可能還會有很多變動 然後還有不成熟的部分 資源跟文件的都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現在算先行者 先來看這一塊 那我這邊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自己啊 就是大家看過 掃過就可以了 這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那個主題 這個好像每個講師都要放 所以我也要放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Agenda呢 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啊 第一個我們看什麼是Edge Computing 然後呢我們會再更多介紹 Edge Computing可以拿來幹嘛 那我們第三個階段就是來看那個 Apache Agent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底下呢會有些Call 那如果有時間夠的話我們會有些Demo 讓大家看一下這裡面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邊呢先來看一下什麼是Edge Computing喔 有人有聽過Edge Computing的嗎 請舉手一下 喔好像有點少 就是它的中文叫邊緣運算 也有人翻譯叫邊際運算 或是邊界運算 但是因為它還很新喔 還沒有一個很統一的 不過大家比較常看到就是邊緣運算 但是即使它叫邊緣運算 不叫邊際運算 也不叫邊界運算 大家也不要害怕喔 它跟邊緣人沒有關係 所以你是邊緣人你也可以用 你不是邊緣人你也可以用 那我們這邊先看一下為什麼 要叫邊緣運算 邊緣運算 我們先回顧一下 Clock Computing呢很快的看過去 Clock Computing呢在世已經十年了 那麼它每一年的scope呢 都達到歷史的新高 大家知道在那個有個IDC喔 它做過一個統計 到2020年的時候 全世界資料量有44Zeta bytes Zeta大家有對ZB有概念嗎 ZB是什麼東西 Giga Tera Peta Exa Zeta 你從Gita到G到Z 中間還有三個人喔 所以它已經是很大量的 你說在上面還有沒有 還有啊 Yota Yota是更大量 什麼時候會到Yota 不知道 但是很快 可能2030年就會到了 那這麼大的資料量 所以雲端的負載機越來越重 你想我們每天記信 我們每天亂七八糟 講一些 講一些幹話 講一些什麼的 那些都會 你知道在Facebook 或是在Twitter上面 那些其實都是 被很多的廣告公司 或是社群的那個 趨勢分析的公司 他們會拿來做分析的 所以我們資料量已經太大 大到我們的雲端 已經越來越 承受不住了 那承受不住 所以它 再加上比如說我們很多的 比如說網路上面的點擊 我看哪些頁面 我點哪些Link 這些呢 所有的Link 所有的我們說Impression 就是看的那一頁 或是你的Click 這些呢 都是會被廣告公司收集 收集後它在幹嘛 知道你喜歡什麼東西 知道你看過什麼東西 然後它推薦你商品 那這些 你想說我每天在電腦上面 滑鼠點幾次 它就有多少資料量 那這些資料量呢 交給Machine Learning 他們就會做出 比如說Model 然後做出Pattern 然後做出分析 這些呢 那個擴張的速度呢 已經越來越快了 再加上我們有很多 比如說什麼自駕車 無人飛機 然後比如說什麼你的新 那個大家很久買手錶 兩個體重也要傳到Apple 我今天輕了0.1公斤 這些資料太多了 多到呢 我們的這個雲端呢 它已經越來越撐不住了 我們需要更多的Storage 我們需要更快的Computing Power 以及呢 我們在 我自己看不到我的投影品的字 以及 因為這麼多資料量 那麼大的運算 所以導致我們的網路的Latency 有時候就會越來越 越來越Heavy 雖然我們有更寬的頻寬 但是資料量增加速度 不一定能夠比得上我們頻寬增加速度 我們都已經多久了 我們的光世代還是在 然後呢 如果假設比如說哪天鯊魚又咬到電纜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不能做 因為我們就網路斷線了 那你說那個自駕車怎麼辦 很高興的在那邊聊天開一開 下雨了電纜就我停在路中間 我還要去生小孩 我還要去開會 很糟糕 所以呢 後來在2014年呢 Cisco呢它推了一件事情 叫做 霧運算 什麼叫霧運算 大家知道雲 有人不知道霧的嗎 那我就不用解釋了 霧運算呢 就是地面的雲 什麼叫地面的雲 雲是在高空當中 它希望把雲呢 推向使用者 推向使用者之後呢 在比如說你附近的機房 它可能就是一個小型的雲 那這個雲呢 大家已經知道是霧運算 所以它比較稀薄 所以它不一定有強大的 運算能力 它的scability呢 也比較差一點 但是呢 它可以在比如說 如果假設這是 海底電纜斷掉的時候 它還暫時你可以用一下 所以它是 把雲呢 拉到地面上 變成霧運算 那它這個概念呢 因為畢竟是Cisco推的 所以它的概念呢 是把一些比如說switch 把一些網路的gateway 把一些什麼串在一起 然後呢 提升他們的那個 computing power 提升他們的運算能力 然後呢 讓你可以來做事 所以這是拉到 地面上的雲呢 叫霧 那這個主要呢 最多還是跟我們的IoT 或是M2M 智慧電網 有關係 那這個霧運算 它的目標有幾 下面幾個 它希望能夠 儘量的把運算的部分 即時回營的部分 緊急的部分 推向使用者 不要高高在上 另外呢它希望能夠縮短 地理間的距離 比如說我們很多資料 都是放在比如說美國 亞馬遜 或是放在什麼地方 它希望比如說 在你家旁邊 可能就有一個小物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存取它 它這樣子做的結果呢 可以降低網路的latency 因為你不用再跨海了 那另外呢 你的頻寬也是寬的 你不用跟全台灣2300萬人 去搶那個海底頻寬 也不用擔心鯊魚 那另外呢 我在寫什麼 另外呢 它可以加強你的user experience 因為你速度變快了嘛 那它自己有運算能力 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快即時的回應 那它當然也有一些issue 它的issue主要就在於 因為它們主要是靠雜道器 或是靠一些硬體 比如說在機房裡面 來串起來變成一個物 那它的運算的能力呢 還沒有到很好的地方 因為你想 我們之前做switch 或是做gateway 我們就是在分析流量而已 你要讓它做AI 有些辛苦 所以那時候的運算能力 在2014年的時候 還沒有到達成熟的地步 那另外還有人在想 我其實在機房的話 在台灣的話 我可能就是 比如說彰化有個機房 台北有個機房 那如果我是在南投 我是在台東 我有沒有辦法再更靠近你 那有個概念就出來 就是CDN 就是所謂的這個 我們一些那個內容的網站 就比如說 有些你靜態的網頁 你就放在各地的CDN 那我直接存取那個CDN 會比較快 那你動態的 我在到比較遠的雲段去存取 所以接下來就有一個這個 age computing 這age computing 這age computing的age的意思 就是在雲的邊邊 也就是說它甚至是在物的邊邊 越靠近你越好 它呢就是為了能夠最佳化整個雲端的系統 能夠讓它可以在比如說你的資料 在送到雲端之前就做些處理 比如說它先 filter掉一些無用的雜訊 比如說你的狀態 always是正常 那它就不需要傳回網路做一些緊急的處理 那如果假設你有一些異常的狀況發生 比如說電壓突然升高了 你心跳加快了 車速變快了 這個時候它可能才會去做一些緊急的處理 那你這樣就可以節省頻寬 那呢 因為傳輸的這家量小了 運算的地方呢 你使用者比較接近 所以你可以隔得到比較好的使用者體驗 另外呢 你的resource也離離很近 那這些邊緣運算的點呢 可能就在你的手機上面 你的電腦 你的筆記型電腦 你的手錶 或是你的任何的 比如說你的那個體重計上面 而且最近有一個很類似 邊緣運算的機器出來了 大家有聽說嗎 iPhone 8 iPhone 8裡面的晶片可以做AI 其實跟這個概念已經很像了 你在掃描你的臉部 我在開Face ID 我在解鎖的時候 我不用再傳到雲端去 你想說如果我每次開個ID 笑半天 笑兩分鐘 鯊魚咬斷電腦 我開不了機 這怎麼得了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 它的那個紅外線打到 它是會有個投影機打紅外線到臉上 再有個紅外線的照相機 去照出你的臉部特徵 分析完之後 運算完之後 訊論你之後 說OK 你是你 沒問題 今天如果兩個是雙胞胎的話 它是可以辨認出來 今天你拿一個照片 它可以辨認出來 因為它是打紅外線 所以你照片是騙不了它的 那你說我這個東西 我要等個兩分鐘 還要看鯊魚是不是又咬斷電腦 那怎麼得了 所以其實 不要大家 不要覺得它很遠 它已經很近了 你接下來買的iPhone 8 它其實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Edge Computing的一個Device 那它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它的好處呢 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我們減少我們傳輸的資料量 因為我們又不像韓國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那個頻寬 這是悲傷的故事 我們就跳過 那因為我們降低了這個傳輸的這個cost 所以我們的那個網路的latency 就可以降低很多 而且我們可以提升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QoS 不是那個流量的那個 我們QoS就是Quality of Services 就是我們的服務品質可以提升 也就是說 我雲端一些服務 我可能有一些暫時性的資料 或是一些運算的東西 我可以先推到Device上面 及時就做完 做完之後 我再傳上去就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 把一些 我們的 一些主要的bottleneck 比如說我們傳輸的一些bottleneck 我們就可以降低 因為其實離我們很近 那再來呢 就是security跟scalability 那security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資料的傳輸呢 我們就 中間 其實因為很多資料 不用傳出去 這樣我們的自己的device就做完了 所以其實它的security 就有一些一定的保證 因為我們不需要透過網路傳輸 去傳那個 即使是已經加密過了 那你還是可能會被竊聽 那我們只有傳之後 可能最後一個summary上去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哪些 哪些東西適合來做這個 邊緣運算呢 第一個你是很強調 都latency 跟high bandwidth 你強調低延遲或高負載 你可以適合來做這個 再來呢 你需要即時的一些影像的處理 分析 或是辨識 那有哪些呢 當然不是只有face ID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無人車 無人飛機 它飛在上面的時候就要分析 OK 我要炸這一個 我要炸哪一個 它知道它要炸哪一個 不然就會 對 那還有自駕的那個 自己駕駛的那個車子 那自己駕駛的車子 它在路面上面說 它就要偵測四周的環境 它要知道它什麼時候加速 什麼時候減速 看到紅綠燈的時候 它知道要停 所以對於這種影像辨識的部分 它即時性要求很高 那再來還有就是物聯網的一些東西 那物聯網裡面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 自駕車 無人飛機 還有AR VR 像比如說iPhone 8 它其實AR也做得不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 iPhone 8的那個發表 那個 那個發表會 它就是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有個遊戲 然後上面就有城堡 然後你可以去幹嘛幹嘛幹嘛 其實是空空的一片 它AR幾乎做到就是完全是無縫 那這個就會需要很強大的AI 跟影像辨識的能力 或者比如說醫學 還有天氣的監控 那比如說我們戴手錶 睡覺跑步的時候 這些資訊它就會記錄 那另外呢 還有machine learning 跟AI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 像物聯網的這些東西 它就很適合用邊緣運算 因為它本身具備一定的運算能力 而且它運算能力不用強大到說 它服務很多人 它只要服務一個人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我一個手機 我就要服務我自己 我的運算能力只要支撐得住 它的那個應用程式就可以 它不需要像物語一樣 物語一樣的話 它可能是誰來 它都要服務 那這樣就會比較辛苦 好 那到這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 大家都還行了吧 這個很 比較 好 那我們這邊先來看一下這個 邊緣運算目前的狀態 AWS呢 它去年呢 有宣布一個叫做 Lambda at Edge 那Lambda at Edge 它號稱是Serverless Serverless 意思是說你這個Lambda 這些東西 不需要在它的 AWS上面run 它可以推到下面去run 也就是說它可以推到 裝置上面去run 那另外呢 還有Green Race 還有一個叫做Snowball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呢 SAP這家公司呢 它買下了 義大利的一家 IoT的平台供應商 叫做Play.1 也就是為了部署這個 邊緣運算的部分 那另外Linux的基金會呢 它號召了50多家的公司 去建立了一個叫做 Open Source Project 叫做HX Foundry 那這個他們就是希望 能夠做一個 邊緣運算的一個框架 那你使用這個框架呢 你就可以去收 比如說各個device上面 來傳的資料 然後經過分析運算 那甚至呢 這我記得好像微軟的 不知道哪一個 傢伙說 雲端運算會死翹翹 所以這是他說的啦 那大家覺得 雲端運算會真的死翹翹嗎 那我過去學著在幹嘛 的那種感覺 其實喔 因為大家知道雲端運算 就是 就是 開始這麼多年喔 在上面已經有很多的服務 很多應用 那接下來後面大家說 進入物聯網的時代 那進入物聯網的時代之後呢 其實物聯網 能夠應用的東西 其實還在 還在慢慢的走 因為 為什麼物聯網的東西 還在慢慢走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硬體的部分 因為物聯網 它一定是牽涉到硬體 那你牽涉到硬體的時候 消費者怎麼買賬 我就過得好好的 為什麼我要把家裡面的東西 我要裝個智慧插頭 我進家門的時候燈就會亮 20年前就有這個東西了 現在還是 沒有多少家庭在裝 所以 像比如說雲端的東西的話 我可能就是喔 我的軟體可以發展得很快 我的機房架一架 有廠商願意出來力推 那使用者他其實不會說 我要買個雲端在家裡面 不會有人這樣做 但是你物聯網的話 比如說我的體重計 我的燈 我的什麼冷氣機 這些東西 我要花比較多錢去買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 所以物聯網一直推都 推得比較慢 那現在就是 很多廠商現在急而起來 因為像比如說 像比如說Cogoro 電動車 它其實也可以連網路 或是比如說 像那個 那個自行車亂丟的那個 是什麼東西啊 它不是還車時候 也可以GPS回去嗎 它其實也是算是物聯網的一個應用 或是比如說你在那個 那個Uber啊 在開車時候 那個GPS也是不停的一直打回 打回那個 那個總部 所以其實我們物聯網的生活 的應用 在我們生活已經慢慢開始了 然後接下來你看 有手機 有iPhone X iPhone 8 那接下來你說 Android陣營 會不會也出一個 就是好像很厲害的 這個家伙出現 我不知道 可能是Pixel 或是Sansung Galaxy Note 8 另外一顆炸彈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東西啊 那只是說這條路要走多久 那在這條路走到之前 雲端會不會死呢 其實 Edge呢 它是一個 它會變成 越來越重要的 一個一個 一個 在基礎建設裡面 越來越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雲端呢 它就會換了一個角色 在未來 它會換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 我們 當我們把 就好像比如說 之前為什麼會說 我們要有Hadoop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有聽過Hadoop 它應該很紅 大家應該都聽過 Hadoop它有個基本的概念是什麼 因為我資料量很大 我需要做很大的運算 那我資料量這麼大 我要做大的運算的時候 我每次要從那個 對它那邊拿東西過來的時候 網路的傳輸都傳很遠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運算 推到那個 離資料近的地方去 我如果假設 比如說我在那個節點上面 資料在這個A節點 我在A上面 算完的結果 傳回來 然後最後把所有的 節點的結果 全部集合起來 那我這個東西就做完了 我希望能夠把運算 推向資料所在的地方 讓大家平均一起來 分散式來做 那Edge Computing就有點像這個概念 就是雲端 你要一個雲端就是 它可能幾Zeta 這麼大一個資料量 然後它算那麼多東西 機器量再怎麼大 就是你中有還是會走到一條 然後加入之後 其實我們會有個三層的架構 那個三層架構 大家都很喜歡三層架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分三層 就是Web三層 大家應該聽過 這應該是二十年前的 就是大家都講到Line的那個技術 Presentation Business Logic 跟Data Access 就是顯示 好 大家都知道 後來那個Cloud出來之後呢 也有一個三層架構 從上到 從下到上 就是IAS PAS SAAS 也就是基礎建設 然後Plattform 然後是Software 是Service 那在我們後面的Edge 進來之後呢 也有個三層架構 對 就是這樣子 最上面是Cloud Computing 它高高在上 然後呢 我們的Edge呢 就是我們的Device 或是比如說你中間 一個機房的一個閘道器 可能也是一個Edge Computing的一部分 所以中間呢 可能就是Edge在填充 然後最後是你的Client 我們Client在用 那也有人提出另外一種三層架構 不過它的圖比較好看喔 是長這樣子 也就是說它最上面是雲 雲下面之後呢 是物運算 因為我們知道物運算是 拉到地面的雲喔 物運算 物運算之後呢 接下來呢 就是Edge 那Edge 你可以看到在Edge裡面 它有很多圖示喔 包括手機 包括有個愛情在那邊 不是我愛你 是那個醫療的 比如說什麼 監測心臟的啊 呼吸的啊 然後甚至它右邊還有一個 就是很像電線乾的東西 可能是智慧電網之類的 也就是說之前物運算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的運算的能力 還不成熟 但是現在Edge加入之後 物運算就有可能了 因為很多運算就是裝置做完了 所以你傳的資料量到 到物的部分就少了 所以物它可能就有能力去做運算 那再接下來最後就是summary 就是整個總和就交給Cloud 所以這是未來有可能的這個一個架構 那看起來好像還蠻令人興奮的 我們接下來就是來介紹一下 那在我們這個 這個中間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啊 Cloud部分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Hadoop、Spark或是什麼 什麼樣什麼很多很多的 AWS我們已經玩了很多了 那物運算的部分呢 比較多是在那個電信跟網通業者上面 比較偏硬體的部分 那我們Edge的部分呢 我們至少可以來試試看 Edge上面也可以做哪些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接下來就介紹這個 Apache的agent 那什麼是Apache的agent 那邊字很多 我大概簡單的介紹一下 Apache的agent呢 它其實呢就是一個 一個可以比如說 比如說你資料產生之後呢 它可以幫助你比如說filter掉一些無用的資料 它就是一直搜 你就可以想像它是一個stream的processor 有時候我有一個stream一直進來 一直進東西來 那進東西來到這個processor裡面之後呢 我可以做一些比如說map 做一些filter 然後做一些運算 運算完之後呢我會有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你可以決定說我要傳出去 我還是印在畫面上面 還是寫到檔案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這樣的一個框架 那麼它提供了呢 主要它提供一個很有效率 而且即時的一個分析 所以呢 比如說你所有的裝置 不管是你是冷氣機 電風扇 我不知道電風扇也會不會聯網 體重計或是電視 它們所有產生的這些數據 你就可以經過這個agent 或是比如說Android手機 經過這個agent 然後分析完之後 得到真實有用的資料之後 再傳到雲端上面去 那因為它可以做filter 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運算 所以很多的資料呢就會縮小 所以你就不用傳很巨量的資料到網路上面 那麼它主要呢 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你可以減低我們資料傳輸的大小 然後呢我們也降低了資料儲存的空間的大小 因為有很多的無用的資料 我們就把它捨棄掉了 你知道比如說我在家裡面 我的室溫 我有個溫度計 它是聯網的 它是監測我家裡面的溫度 如果假設比如說低於多少度的話 我開冷氣 高於多少度的時候 我要開冷氣 那再高於多少度的時候 我要叫火災警報器 那這些呢它就自己有去判斷 那很多比如說你常溫 就是28度always的時候 它就根本就不用傳輸 也不用記錄 它就說喔28 很好很正常 所以agent它可以幫我們把這些filter 把一些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把它filter出來 然後我們再去做處理 所以呢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套件呢 我們就可以比較聰明的去來 就是比如說幫我們的device上面寫一些程式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歷史 那它的歷史它最早是IBM做的一個IoT的框架 它的名字叫做Quartz Quartz 這個字有夠難發 就是那個原子那個Quack Quartz Quartz 那它主要呢就是來分析就是IoT 就是物聯網裡面產生的資料 它就去分析這些資料 那後來呢它就很佛心呢 它就把它open source出來 所以Apache呢就接手 那接手呢它現在 它後來就取名叫做Apache的Quartz 然後就是在孵化器裡面 然後它去年的7月呢 它就改了名字 那改了名字 因為它覺得Quartz這個 就是不夠獨特 就是不夠特別 可能會你找 可能是Google不在前面吧 所以它就改了名字 叫做Agent 可能因為這個字也是新字 所以你一定不會打 就是找一定沒有人嘛 就是因為這根本就沒有這個字 所以你Google SOE可以做得很漂亮 所以大家以後也可以用這一招就是了 然後所以它的圖示就長這樣 它可以發現名字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好啦 你開心就好了 Agent 因為你跟人家講說還會 是Agent那個Agent嗎 不是喔 落伍 你可以笑它 那它有這些功能喔 它第一個它提供了一個 Function Node的Flow API 所以呢 Function Flow大家應該很熟悉吧 Java 8的Function Node Stream大家有用過嗎 有喔 因為它很新啦所以 然後呢 因為它可以提供Streaming的那個分析喔 包括比如說像Map 然後FlatMap Filter Aggregate 然後Split Union 那因為它現在還在孵化期裡面 所以它提供功能沒有這麼多 所以我這邊列完之後就差不多了 那後面點點點是 你知道希望它以後會有更多 但是我這邊列完之後就差不多了 那再來呢 它有很多的Connector 也就是說它可以接很多的東西 那它接的第一個東西 MQTT喔 大家如果假如對物聯網有興趣的話 對MQQQ要 MQQQ 不對 MQTT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是物聯網裡面 網路傳輸的一個標準 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所以它可以 就是物聯網裡面 資料傳輸的標準 它可以接這個Connector進來 然後它可以接HTTP 所以你可以打Request給它 那它可以接Watson 就是華生 那個Firm模式 那個助手華生 那那個華生的意思就是 那個IBM裡面 它有一個就是IoT的一個框架 那它可以接收到 那個華生的這個資訊 然後它也可以接GDPC 所以你可以連資料庫 所以當你比如說你有LOG 拼命在寫資料到Concentra裡面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Concentra 拼命的用GDPC的方式去連 或是你可以寫到 Whatever你喜歡的資料庫 那它可以寫 讀檔案 然後也可以卡夫卡 那很多人很喜歡卡夫卡 大家有聽過卡夫卡 這卡夫卡的話 當然就是那個訊息傳遞 訊息傳遞的一個東西 所以它可以收卡夫卡 然後它可以收WebSocket WebSocket 然後再來你也可以自定義 所以如果假設你開心的話 我有一個 我自己的一套系統 然後我自己的規格 那你可以寫Connector 然後把資料to給它 讓它吃這個 另外它是雙向的 就是說它的communication 對後端來說是雙向 也就是說對雲端來說是雙向的 另外它有個網頁界面 可以看你的做出來的寫的程式 就是我們的streaming的那個圖喔 它有一個圖形畫界面 不過它現在看起來 還比較陽春一點 因為它還在浮華當中 然後呢 它也可以使用那個 Java Lambda的這個語法 來做這些事情 這是它的feature之一喔 那它的環境呢 只要它可以在 很多的Edge device上面 基本上你只要跑 可以跑Java的device 都可以跑它 都可以把它弄進去 那它對Risberry 或是Android呢 也有支援 所以你 基本上你的Android手機 裡面就可以裝它 然後來做 比如說你的 你的手機 可能是做一些 GPS相關的啊 或是比如說你有 裝置 是監控你自己的心跳 呼吸的 那麼呢 或者是其他的Lineers box 也就是說 比如說可能是網路的一個裝置 或者是比如說可能一個平板 或是任何的機器 只要裡面有 可以裝Lineers 跑Lineers 它就可以跑這個 然後它主要是只有7跟8 所以它的套件是7 然後Java 8 然後還有就是Android 那目前呢它是Java base喔 那有人問說會不會有Python的那個資源喔 不過我覺得他們是說 可能會不會有更多的使用者加入之後 才會有這個Python資源 那目前的版本是1.1.0 然後是2017年3月20號的 然後離現在已經半年了 都還沒有新版 所以真的覆很久 因為它前一版 1.0.0是2016年的 八幾月 所以他們因為人很少 所以慢慢還在還在孵化 那怎麼樣的情況可以使用這個 使用這個A卷呢 Use case是 比如說當我要分析資料 那分析資料的時候 它可能是在 Edge的裝置上面 或是行動裝置上面的時候 那它可以減少你傳輸的那個資料量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提供feedback給你的device 就是比如說你的device 我一直傳訊號 然後它就說好這個要傳這個不傳 那等到你碰到一個特殊的值 或是臨界點的時候 它可以馬上feedback你的device 說你device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你可能心跳太快了 你需要深呼吸或是怎麼樣 所以在IoT上面呢 就很適合用agent 或者比如說呢 你是內籤在那個application server的 比如說我有一個 我可能在機房有一個台機器 它是專門在監控網路流量 那它裡面可能你就可以使用這個agent 我覺得網路流量進來的時候 欸這一秒幾k 下一秒幾k 那突然0k10秒的時候 可能就發生事情了 因為網路的流量是很頻繁的 那我有一陣子突然都是0k的時候 我就想說網路是不是有問題 或是說我的流量太大 超過一個 比如說一個user 他只能3Mbps 或是多少的 他超過這個流量之後 你可能 欸我應該要警告他 或是我們來做什麼事情 他的流量有異常 或是他常常 比如說很長時間都是異常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事情 那下一個呢 第一個是 我們在那個機房 或是比如說你的那個網路的頻寬 它是被限制的時候也可以使用它 比如說我很窮 我只有買了1Mbps的流量 那我就可以限制 我能夠傳出的那個量是很少的 或是我只有很弱的2G 或是2G已經沒了 很弱的3G 來傳這要的時候 我就可以使用它 那下一張圖呢 這一張圖其實幾乎快要說明了一切 幾乎快要說明一切的意思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最左邊的部分 最左邊的部分呢 它就是一堆裝置 比如說車子 照相機 或是比如說飛機 飛機上面也可以裝這個東西 然後它可以那個監控你飛機裡面 比如說飛機的壓長是多少 你們的溫度是多少 你的高度是多少 然後它可以做出一些行機的一些處置 然後或者比如說那個腳踏車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亂丟的那個 還有那個 那是手機 對 然後或者比如說購物車 那 有一些廠商我會有在想說 比如說我們廠商去超市購物車 購物的時候都推一個購物車 那我們都是等到前面的時候 啊我怎麼今天買那麼貴 啊我這個不要我那個不要了 如果我們在結賬之前 就知道我們要結多少錢的話 我們就不用這樣子到處搬來搬去 也就是說 當我把東西放到購物車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經知道總金額是多少 我就知道說 某個東西的保鮮期限是多少 我需要 那它 我需要趕快購物完之後 我要趕快回家把它併起來 所以當我們在放到購物車的時候 如果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我們就很省力 今天這個金額還可以 爸爸請客 你就很開心了 那或者是比如說心 心跳那個心臟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醫療裝置 在各大醫療院所 或是比如說我們的 自己身上穿的裝置跑步的時候 至於說我的A卷呢 它是可以跑在這些機器上面 那對到中間那邊呢 就是它的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就是我們剛剛說的connector 它可以跟哪些人溝通 它可以從哪邊哪些拿資料 比如說它可以上面第一個就是 就是卡夫卡 然後MQTT 然後接下來那個字好像看不太清楚 那個是華生 華生IoT的那個平台 基本上它可以跟他們就是 是雙向的溝通 也就是說我 不停地從卡夫卡拿資料 分析分析分析 分析到哪邊有問題的時候 我再把這個訊息 丟給卡夫卡的某個title 某個人 某個訂閱的頻道 那訂閱這個頻道的人 馬上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他就可以做一些緊急的處置 所以中間是它communication的部分 那最右邊呢就是說 我這些資料 最後出來之後 我可以導到哪邊去 做更中央的分析 那它這邊有比如說Spark Spark大家相信都有聽過 然後再來有一個比較少聽過的就是 Storm Apache的Storm 那另外中間的是一個IBM的 這隻小到我看不清楚 Streams IBM的Streams 然後呢它也支援Flink 跟Samsa 或是你自己自定義的App 所以它基本上是整個是一個環節 整個是一個IoSystem 也就是說Ecosystem 也就是說我的裝置 不停地透過這些connector 然後跟右邊的東西來做溝通 然後大家知道最右邊那個Spark 你也可以在外面接其他東西 所以呢我們agent它是提供的這API 它提供API 然後它是一個輕量的runtime 去分析你的streaming data 在邊緣的裝置上面 這是對agent最簡單的一個解釋 那我們接下來就quick start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這裡面呢 它的基礎呢 agent的基礎呢 它其實是把東西都視為一個stream 因為它是不停地要收資料 所以它就是不停地收stream 那在這stream裡面呢 有一個概念叫做topology topology topology topology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做一個應用程式 我topology就是說 我會有幾個stream進來 那 那stream進來之後 哪些stream要整合在一起 出來之後哪些stream的 我可能要那個分開來 然後最後呢 這些stream去哪裡 所以它是把stream呢 把它整合起來變成一個topology 變成一個top的概念 這些也有點像 比如說很多的軟體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像那個spark也是有類似的 比如說它是rdd 我這rdd要經過怎樣的轉換 我要feelter掉什麼 我要map掉什麼 然後最後出來一個什麼結果 所以它把東西呢 它是建立一個block 然後再把這個block呢 當作一個 它是裡面再處理這個stream嘛 那這個stream呢 裡面裝的呢 這個不停連續一直來的stream 裡面是裝tuple 那tuple可能如果假設寫python的話 會比較知道 它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括號 然後裡面有東西 一個tuple 也就是說它是一串資料 所以它一次來就是一串資料 一串資料 一串資料 那它提供了這個 它 這個api呢 也提供了一個能力 讓我們可以去 可以去處理 或是分析每一個tuple 好 那我們這邊 那sq呢 它大概也有一個就是中指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 我們可以設定 哪些這個中指sync 就是說 什麼點的時候 碰到什麼點的時候 碰到什麼點的時候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時間繼續流 再碰到什麼點的時候 再下一個sync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會有個sync function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那個terminator 那種感覺 終結 但它的終結不一定是終結 因為它是 碰到一個什麼時間點 做什麼 做什麼事情 然後跑跑 碰到什麼之後 我們可以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你可以設定這個sync 所以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應該還沒看到call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一下call 好了 這個好像字有點小 這邊主要呢 這邊 這個call先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sensor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模擬送資料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sensor 會先有一個sensor之後 我們派一個application 去聽這個sensor來的資料 所以這程式分量成兩個部分 那第一個sensor部分 我們這個先是做一個溫度的 一個感應器 那這感應器最重要的 它其實這裡面沒有什麼特別的重點 這個裡面重點就是說 它不停的 它是一個supplier 它是一個supplier 那這supplier呢 是agent function提供supplier 那這supplier它就不停的 你每次get的時候 我就run點一個數字 run點一個數字 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去 實作它的supplier 然後呢 你的get的時候 我就丟個數字丟個數字丟個數字 那當然這當然裡面 如果假設後面 你想要接什麼卡夫卡 或是接什麼MQTT的話 你可以接到這邊 我每次get的時候 我就得到 從外部傳來的資料 那比較重要的 application在這邊 這邊比較複雜一點的是 我這邊呢 先有一個sensor 我先 我剛剛的那個 那個溫度的感應器呢 我先把它new出來 那new出來之後呢 我要指定一個provider 這provider呢 我就是 這provider呢 它基本上就是讓你做這個torp出來的 所以我們這邊用一個最基本的 最簡單的就是 direct provider 就是我們自己 直接設定 一個direct provider 那這provider呢 我可以new一個新的topology出來 這topology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torp 所以我有一個provider之後呢 我從裡面new一個topology 就是說 我這provider 我需要一個新的torp 我要開始跑我的這個程式流程 我要有畫一些 直訊的那個flow的流來流去 所以我就弄一個topology出來 弄出來之後呢 我底下這邊呢 就是我要把這個screen做出來 因為我們上面是做了sensor 做了provider之後呢 我有topology 接下來我們把它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的就是 我topology呢 會去這個sensor拿資料 topology 就是我指定資料來源 給這個topology 然後呢 生成一個screen出來 所以基本上就是 有了sensor 我可以拿資料之後 我把這個sensor 丟到topology裡面 我叫它去pull 每100毫秒 拉一次 所以它每100毫秒 它就會拉一次資料 然後呢 做一個screen出來 所以如果假設 比如說你是要監控 其他東西的話呢 你就是只要 把你的這個sensor 這邊supplier呢 改成你裡面 要的東西就可以了 到它這邊 以後你的screen呢 它就是一直來一直來 這screen一直來之後呢 我們這邊是 特別對它做了一個filter 再做一個screen 這個跟java的使用方法一樣 我這邊filter之後呢 我就說我的溫度 小於50度的 或是溫度大於80度的 我才要filter出來 也就是說我可能怕太低溫 或太高溫 對我的環境 或是對我的身體有 我不喜歡 所以我喜歡住在這個溫度裡面 我就filter 然後最後只是把它print出來 這print我就下一個sync在這邊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我打到這個標準的話 我就把它印出來 那前面就是在設定 我new sensor 資料來源 然後這個tapage的提供者 把它們全部合在一起之後呢 最後如果假設真的符合了 我把它印出來 就是這個stream我把它印出來 然後最後呢 我把它submit 也就是說 我就叫這個provider呢 把這個tapage送給這個provider 叫去執行 也就是說我從provider這邊 new一個tapage出來 我設定完之後 這個tapage new這個string出來 設定完之後 我就叫這個provider去執行 我剛剛設定好的tapology 所以程式就是這幾行 那我這邊 有時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em 這個一直閃是怎麼回事 這個字會不會太小了 我還是把它拉回來再改大好了 有點難以處理 所以我們這邊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康康那個 這是康康的sensor 它其實做得很簡單 就是一個get 然後呢 拚命的就是產生亂數的資料 然後再來一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application application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內容 就是我們的sensor 然後我們的provider 然後它伸出topology 就這個topology呢 產生這個string 然後產生這個string 這topology 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叫這個 這個那個provider呢 去submit這個topology 所以它執行起來呢 看起來會是這樣 好 我設定錯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出來 人家說那個只要你demo 就一定會出事 好像每次都是這樣 我再來看一下 什麼東西都沒有出來 什麼東西都沒有出來 真的什麼都沒出來 那我們就算了 然後我們有下一個 有下一個 大家不要緊張好 稍安無早 我們這邊有另外一個 就是random的這個 這個是比較複雜 它就是產生一個 1000以內的一個整數 那產生1000以內的整數呢 我這邊用了一個 比較複雜的一個邏輯 就是它有兩個sensor 我new有兩次 然後呢 我這邊也是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做 看到這個provider的名字不一樣 叫development provider 那基本上這個provider 它跟剛剛development provider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提供 圖形化的介面 讓你在網頁上面可以看到 所以它也就是development provider 之後打結了 所以 我們這個使用方法一樣呢 它是new一個topology出來 然後我這邊就做了 比較多的事情 就是 其實這不 就是沒有意義啊 只是要做 先做map 再做filter 然後底下要做map 再做filter 用了兩個string 最後第三個string呢 把兩個string union在一起 union在一起之後呢 然後我最後呢 就是在裡面去找那個 去算那個 整個 整個string的size是多少 然後最後一樣是 把掃滅出去 這個 就應該會成功了吧 誒 有了 然後大家看到這邊第一行呢 就是 就是說它的那個圖形畫 那它這邊 比較弱的地方是 它的port每次都不一樣 所以 每次你到copy 所以這是有點 有點 你知道困擾我的地方 然後我這邊呢 把這個圖形畫呢 秀給大家看 基本上呢 它就會長成這樣子 太小了 把它放大 它這邊就會有說 你現在跑什麼job 那你滑鼠以上 上面呢 它會有 現在很健康正在跑 你的一些ID 然後你的name 然後它這邊有呢 有不同的這個view的方式 那這邊有幾秒更新幾次 那這邊就是 我們剛剛是有 兩個stream 然後把它union在一起 然後最後算數字 所以你會看到兩條線在一起 到中間之後再分開來 所以你的string 這整個就是我們的topology 就是我們的tope 那你把滑鼠呢 移到這點上面呢 它就會告訴你 一些更細部的資訊 那中間呢 經過了某些什麼東西呢 你也可以把滑鼠移上去 好 那我們繼續回到我們的頭影片 要從第一頁開始 所以大家有沒有知道 什麼是邊緣運算 從第一頁開始 好 那這邊它基本上提供了幾個 因為它還在浮化當中 它有filter 大家可能知道 speed就是把它分開來 然後union就是合起來 那它有提供window window就是一個時間區段之內 你可以再對一個時間區段之內的東西做整合 我們看到說 某個時間區段的時候 如果假設你流量太高的話 我要做一些緊急的處理 它有提供一個window 就是一個時間區段 然後呢你可以aggregate 然後還有一個批次的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們說要copy網址那個 就是用批次的 它每一秒會印一次 那這是它基本的 就是topology Stream 然後跟window 它一些基本的操作 那它目前的API還比較少 文件也比較少 所以剛開始 那這是我們其中的一個圖 好 那這邊 我們演講今天就到這裡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也預期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講得很明白 沒有啦 因為這個領域比較新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對這個還不是很熟 我也是剛碰沒有多久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一起研究討論 好 謝謝大家